各位越南的伙伴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黄小泉 负责1688跨境业务的东南亚市场 非常荣幸今天受万里会的邀请 来越南分享1688的供应链 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688这个平台 截止目前1688的注册海外用户 有超过两个亿 注册的买家有两个亿 其中属于币类的买家有超过六千万 在1688这个平台上面 目前一年的在线交易额 超过八千亿人民币 在1688整个所有中国的供应链里面 有超过一百万的注册的会员 厂商的信息 其中超过一百个亿的源头产业带 有超过一百个 1688是1999年成立的一家公司 在过去的24年 致力为中国的中小企业 做数字化的改造 在1688上面 买家如何去使用1688 目前1688在上面有三个频道 第一个频道就是找货源 意思是 中国的厂商是有货源在工厂里面的 那么有很多中国的电商的卖家 会通过1688找货源这个频道 去做一键代发 把这个商品通过各种工具跟软件 铺到各个电商平台里面 铺出去 这是中国的电商卖家 所以在这个频道里面 有供抖音快手直播的这一些频道 也有供淘宝的这一些渠道 它可以为这些电商的卖家提供 这个商品的信息 而1688的跨境 商品销到海外的 我们中国有很多跨境的电商的卖家 也是通过一些ERP的工具 把中国的商品呢 铺到海外的这些B2C平台里面 进行交易 第二个呢 找工厂的栏目里面 可以支持轻定制 logo的定制 以及图案的定制 同时它也支持 大批量的材料定制 款式的定制 第三个频道呢 是找工业品 找工业品呢 有很多全球知名的 一些工业品品牌 会在1688上面去 上线他们的店铺 这里面包含有很多 越南的热卖商品 包含气模片 电控电器 以及光辅产品等等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过去一年 1688在整个海外市场的表现 其实1688 不是直接的做海外市场 而是我们的商品呢 通过我们的合作的 这些合作伙伴呢 销售到全球各个地方去 其中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过去的一年 在1688上面 动销的商家数 累计有超过103万 这些103万的商家 提供了1.3个亿的商品 发到海外的全球各个地方去 在1688 6千万的注册 币列的买家用户里面 其中有594万的身份 是做海外的跨境的生意的 过去的一年呢 在线成交了海外的销售 是超过2000个亿人民币的交易额 在这其中呢 连采购额在1000万人民币的 这一些买家 有超过1000家 这里面其中有很多 都是我们万里会的 一些重要的一些合作伙伴 那过去的1到11月份呢 整个1688的注册买家会员呢 增长了超过76% 那大家知道 1688这个平台 目前 1688目前是没有外译版本的 也不支持外汇的这些结算 只支持人民币 所以呢 据我所知 过去的越南的采购商 他们是如何在1688采购呢 据我所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在越南当地 有一些代采商 他们会提供一些软件的插件 然后在1688上面浏览商品 然后在这个插件里面进行下单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而今年呢 我们为越南的代采商 提供一种更高效的方式 我们 我们出了一套 API的解决方案 把1688海外1.3个亿的品呢 通过API的方式呢 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我今天呢 也可以重点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家 重要的合作伙伴 Submore 这是我们1688官方的合作伙伴 那么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Submore 作为我们官方合作伙伴呢 首先第一个 Submore拥有比较丰富的商品采购经验 从中国到越南的采购经验 第二个Submore拥有一支 很强大的技术团队 可以快速的饗宴 1688的一些定制的需求 为越南的朋友提供采购的服务 那在这个API的接口里面呢 我们有1.3个亿的商品 其中这1.3个亿的商品呢 支持三种搜索方式 第一种 以图搜图 用一张图就可以搜索到 我们1688上面的商品 第二种呢 可以通过关键词的这个形式呢 搜索越南当地想要的这些商品 第三种呢 是通过链接的搜索 你可以复制一个 各个平台的其他链接 通过这个链接呢 就可以读取到1688同款的商品 可以进行采购 这是我们提供的一套的一个解决方案 而在未来呢 我们还会通过AI大数据的能力呢 会快速的去识别出一些 越南热卖的一些品工 越南的买家去使用 当然呢 在这我也欢迎 越南的买家朋友 跟Suppermall可以一起到 杭州1688宾江总部 去进行参观交流 OK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可以通过越南语 去快速的识别商品 然后进行一站式的采购下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现在的这个解决方案 跟过去的插件的解决方案 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有很多买家使用插件的话 我们有进行长时间的观察 那么插件因为是有很多数据 是第三方的不是很合规 所以比如说1688商品上下价 或者价格更改的话 这些信息是无法同步读取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它的响应速度是比较慢 然后耗时间也比较久 很多商品的匹配度呢 需要转移变翻译 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 没那么匹配 那么在有了1688的API的 解决方案以后呢 越南的买家可以很快速的 通过我们官方的接口 搜索到越南的商品 然后效率比较高 可以很个性化的去定制各种标签 各种标签 包含你可以要求 48小时之内发货的商品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标签 你想通过1688我们 经过我们商品谈价格的 精选货源 价格比较有优惠的精选货源 也可以通过这个标签进行筛选 还有比如说 从各个地方的发货地 从中国的广州 深圳 或者杭州的一些发货地 是有很多个性化的标签 可以进行筛选的 在这个官方的API里面 商品的信息更丰富 有1.3个亿 中国商品的 跨境的这些热卖的商品 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采购下单 OK 那么我在东南亚 也在各个国家 寻找像Support Mall这样的 一些合作伙伴 那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第一个要像Support Mall一样 具有非常丰富的采购经验 第二个呢 是有一支很强大的一个技术团队 可以支持网上建设 第三个呢 可以有线下自己的一些买家的 一些服务的渠道 那么第三呢 就是在中国有一个主体 可以进行中国商品的采购 第四个呢 要有一定的物流能力 当然呢 我们属于内策的邀请制 并不是全面开放 而是找到各个国家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进行合作 如果有兴趣的伙伴呢 也可以 会后也可以找我们 1688进行官方的沟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API 当然我们这个API呢 除了给到我们海外的代彩商呢 也在中国也提供给我们 支持跨境商品的 ERP的这些合作厂商 可以通过他们的系统呢 进行整个1688商品的 这些识别跟上线扑货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头部的 最头部的那些 跨境的大卖家 他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API接口来进行实现 当我们这些商品呢 扭转到海外的时候呢 那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万里会 很多我们的这些大卖家 以及我们在各个国家的这些 大的采购商 代彩商呢 都是通过万里会的服务呢 把资金到香港 然后通过香港到中国 把中国的商品采购 采购到当地 OK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整个海外的 物流的这个过程中呢 中国的商品呢 他们会经过哪些阶段 首先第一个 这个采购商 这个代彩商呢 需要把1688的商品 海外买家需要的商品呢 采购到他们在中国的一个 自检仓 一个仓库里面 在这个仓库里面 开始拆包装 进行自检 每一件商品进行自检 同时呢会进行 因为要计算物流费用 所以呢会有一个 计算那个长官高 重量的这么一个环节 最终会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物流费用 然后在结束之后 会进行重新的包装 然后再贴标 发到整个海外 到我们的买家手上 所以在这个代彩商 他们也承担整个 物流自检的 整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全国 全球其他地方的一些代彩商 他们揭露了我们 1688官方的API接口呢 有哪些数据的表现 在10月份 我们有一家 目前全球最大的一家 代彩商 PandaBuy 一天它的采购量 有几万笔订单 那么 上线获了一桌呢 它的订单增长了80% 增长了80% 一天的API的调用量 52万 相当于它这个网站的 买家浏览了52万次 因为等于它的UV 52万 所以呢 它跟我们进行官方合作的话 对他们整个订单的交易 买家的体验呢 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我们可以再看看 除了越南以外 我们还有全球其他的国家 包含我们的欧米的代彩商 还有我们在日本的代彩商 接了我们接口之后呢 一桌增长42% 在韩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代彩商呢 一桌增长22% 在印尼最大的代彩商呢 一桌之后增长了36% 所以我们提供这个官方的API接口 可以让我们海外的买家的购物体验 会更加的顺畅 然后呢 我们也跟我们一起 联合我们的代彩商的合作伙伴 一起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采购体验 更优惠的一些采购的一些体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